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读研以后 我继续认真学习各门课程 还获得了提前供博的资格 并在三年后顺利完成了论文答辩 博士毕业后 我留校工作了 成为了团队的一名青年教师 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是我最喜欢的文章之一 自初中以来 我就一直通篇牢记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心有家国情怀 做好本职工作 这就是我 国防科技大学的一名普通研究员 军队科学技术进步奖 是中央军委为表彰在国防科技研究领域 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而设立的 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 获此殊荣的通常都是那些 资深的学术态斗 然而2017年度 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获得者 却是一个平均年龄不到33岁的青年团队 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 今年只有34岁的周朴 正是这支团队的带头人 年纪轻轻就能够收获这样的荣誉 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正是在这个研究室 周朴和他的团队用不到十年的时间 使我国在高能光纤激光 鲜干合成技术领域 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他们所研究的光纤激光 也因此成为新一代高能激光的典型代表 在国家建设和国防建设领域 拥有重大的应用空间 周朴和他带的一个团队 主要做光纤激光 光纤激光里面分 就为了把光纤激光的功率变大 我们现在通用了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就把一根光纤的功率 变得不停地往上涨 可能我们一根光纤可以输出的功率非常高 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说我如果一根的功率受限的话 那我们能不能多跟一起出光 这两个方向应该都在周朴老师的带领下在做了 都在走 各位老师 今天我们大家在一起 把光纤激光基础这门课的课程设计 讲完讨论一下 作为一名年轻的学术带头人 周朴仅用了四年半时间就完成了硕士博士的全部学业 29岁被破格评为研究员 又用了五年的时间将从事研究领域的综合指标达到了国际先进 很多关键技术达到了国际领先 不仅如此 他还是学校的博士生导师 主讲两门研究生课程 今后指导二十多名研究生 开展课题研究 从事着激光技术领域的教学科研 人才培养和战略研究等工作 可以说是公认的超级学霸 他的工作模式是这样 五加二和百加黑 所以世界上有一种人最可怕 那就是比利聪明还比利勤奋 而周浦就是这种聪明加勤奋的典范 周浦从小好学上进 对理工科有一种天生的兴趣 读高中时就开始设立大学的树立化知识 在国防科技大学读本科期间 他的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毕业时以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 被保送读研 在本科和硕士期间一直是第一名的 得出这样的成绩并不是学习的初衷 我觉得反而就是一个 用功学习的副产品 我自己对待每一门课程的态度 都是非常认真的 我们都在同一个学员队里面 他基本上就是 从天就在实验室泡着 看不到他在寝室里面待着 但是他寒假暑假 他走那么晚 暑假基本上不休息 从学员队同学到研究所同事 冷静永和周浦朝夕相处十余年 见证了周浦的成长 在本科期间 他是周浦的师兄 可读到博士 他却成了周浦的同学 因为他中间跳的太多 本科是不允许跳的 但硕士博士都允许跳的 所以他跳的比较多 他比我第一阶段比我早毕业 军用光电工程专业 是一个涉猎领域非常宽泛的学科 周浦工读博士学位时 选择了光纤激光相干合成 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 当时这一学科方向在国内刚刚开始 国外研究也处于探索阶段 这个领域取得突破 有望开辟一个全新的研究与应用领域 可一旦课题不能完成 可能会影响到周浦顺利避应 这个课题应该说 首先是在国际上来 确实非常简言的 然后对于国内来说 这种方法在相干合成方面 国际上也没有用过 所以说首先是 应该风险还是比较大 这个课题有难度 但是也有在这个领域的发展 也非常有价值 自己是认定了这一点 也是非常赞同 所以说从来没有动摇过 在这个课题往后发展 好好做的决心 但是在做的 特别是前几年 进展相对缓慢 一方面是自己的基础 并不是一开始 就是为这个课题量身打造的 需要去学习很多新的东西 所谓的光纤激光 鲜干合成 通俗的讲 就是把多数激光控制起来 让它们共同形成一股 巨大的穿透力 然而 如何实现对多数激光 进行有效控制 使其中的关键技术 更是国际公认的技术难题 思来想去周浦决定 首先啃下这块 有分量的硬骨头 能看到多久的历史 才能看到遇见多远的未来 所以在文献这一块 我不仅仅是跟前沿 还是尽可能的去回溯 看得比较古老 当时国内外这个方向的研究 总体而言都处于探索阶段 新概念 新方法 新验证 层出不穷 文献资料非常多 使得研究头绪十分复杂 尽管困难重重 可一向喜欢挑战的周浦 却乐此不疲 真因如此 就是因为对前沿的密切感踪 和对既有文献的深入挖掘 所以文献资料非常多 必须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把它吃透 这样的话 才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周浦对待科研的执着 就像钉子一样 有着一股钻劲和挤劲 凭借着这样的劲头 他的毕业论文 被评为全国优秀 不是学位论文 这是周浦所在学院 首次获得这样的荣誉 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 争作新时代雷锋传人 在平反中体现价值 用行动来践行誓言 为纪念学雷锋55周年 军女人生推出系列节目 我是雷锋传人 我叫周浦 我是01年考入国防科技大学的 范仲淹的《千古明天》 《岳阳楼记》 是我最喜欢的文章之一 自初中以来 我就一直通篇牢记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心有嫁国情怀 做好本职工作 这就是我 国防科技大学的 一名普通研究员 军女人生正在播出 周浦做最好的自己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 又叫全国百优 是1999年到2013年间 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直接领导的一项评选活动 全国所有学科的博士论文 都可以参加评选 而能够获得百优的博士论文 却只有一百篇 这也说明周浦的论文 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博士毕业之后 周浦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 留校任教 成为高能光纤激光课题组 带头人 而新的挑战 也出现在他的面前 周浦将光纤激光鲜干合成技术 从理论探索延伸到了实际研究阶段 证实了该技术方案的可行性 并且开疆扩图 看准了这个全新领域的前进方向 而从成为课题负责人的那一刻起 他将不再只是一个 只对自己学业负责的学生 当时做实验 基本都是七八个人一到 所以说要考虑的事情是更加多 方方面面的 包括系统各个方面的 参数的接口配合等等 可以说就从做实验而言的话 就能够感觉到 一个团队和个人是完全不同的 作为课题组负责人 周朴不仅要实刻关注科技前沿的知识 还要明确团队所有成员的公关方向 就是一个问题 一个科学问题的研究 有时候并不是去强调 它到底有什么用 而是说 这既然是一个问题 要把它搞清楚 这个可能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 我觉得作为一个青年科学工作者 应该去做的事情 它涉猎的范围和它看到的文献的追踪的深度 那就应该是整个我们光纤激光行业的一个发展问题 应该大部分人都会只关注本领域的 别的也就一带而过 但它不一样 哪怕是有一点点相连的 它就会跟踪 科学研究非常严谨 并且具有挑战性 需要封闭在实验室里进行反复实验 常年累月下来 难免会让人感到单调枯燥 可周浦却并不觉得 这是一个让人感到痛苦的过程 做课题的过程中 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就是这个方案做不出的出来 那个方案可不可行 这个方案做出来之后 又没有进一步挖掘的潜力等等等等 觉得这些问题考虑起来非常有意思 尽管周浦本人对这样的工作状态 习以为常 可团队中的其他人 却很难跟上他的节奏 所以我们克里族人经常在半夜 收到他的邮件 有的就是刚贴到网站上面 他就转发给我们 他会把最新的成果让你去跟 而且很多想法就是天方 可以说是天马行空 实现起来你刻下而知 很难 当时有不少人觉得周浦在工作中的标准过于苛刻 然而 一个偶然的发现 就让大家认识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周浦 我们这个检史的只有三十多位职工 他就是在国外给一个阿姨 专门去买了一个包 为了他去报纸更方便 之前呢 有一次参加一个会议 有一个布袋子 他觉得非常好 后来好像是那个袋子丢了 那个阿姨跟我说过 如果有那样的好袋子 再给他一个 这样的话 他去报纸一次能取得多一点 也用得久一点 没错我就记住了 所以就给他带回来一个好袋子 一个小小的购物袋 价格并不高 却让研究所的同事们记忆犹新 也让大家渐渐改变了 对周浦不尽人情的看法 我们很多职工 我们很多人 就是说比他职务低的 他的学生 都从他那里获得 都很有一种获得的 在周浦的带领下 课题组近年来 硕果累累 取得了三十多项国家发明专利 两次入选中国光学重要成果 一次入选全球光学重要成果 周浦本人也先后荣立三等功 二等功各一次 不仅获得了中国光学学会最高奖 王大恒光学奖 他在2017年被美国光学学会评为 杰出神稿人 他拿过学生的王大恒奖 然后在作为老师的时候 他也拿到过教师的王大恒奖 希望同学们将来 不仅能写出春朝代影 晚来族 也度了狐人 周志等这样优美的语句 在国防科技大学新学年的开学典礼上 周浦作为优秀教师代表 向刚入学的新生做了一次发言 分享了自己的成长心得 尽管荣誉满身 可在他看来 自己永远只是一个 刻进职守的科研工作者 通往成功的道路充满荆棘 只有把每一个细节做到极致 才能成就更好的自己 采访当中周浦告诉我们 他经常用鱼工移山虽脉 坚持必将成功 来概括自己的科研工作 在他看来 坚持的动力正是源于 自己对科研事业的热爱 而绝非为了科研而取科研 读书时上好每一堂课 工作后做好每一项实验 这就是他对雷锋精神的最好诠释 也是他取得娇人成绩的秘密所在吧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想了解更多的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 登陆中国军事网 关注军旅人生微信公众平台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